日前 美国白宫不具名官员表示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支持两岸对话 只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美方对最终解决方案不持立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 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表态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一条注定失败的不归路 毛宁说 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我们希望美方恪守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毛宁表示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那就应该明确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